嗨,大家好,我是林耕炎医生 Dr. Lim 我是一名全科医生 鼻子敏感这个问题呢,其实大部分跟遗传有关系 我们比较常见的鼻子敏感的问题 是称之于Allergic Rhinitis 就基本上是因为过敏而让鼻子有发炎 鼻子发炎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有流鼻水啦 有鼻塞啦,有打喷嚏啦,等等之类的问题 有些人是接触到一些外来物 他就会有鼻子敏感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小开始会有的 鼻子敏感呢,要怎样去诊断呢 就是靠着这个人的症状跟他的那个病情历史去诊断 根据他的那个故事,他的病情呢 他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能接触到尘埃就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怀疑他是有鼻子敏感的问题 一般上在诊所或者在医院都可以做一些Allergic Testing 就可以断定说这个人 对哪些东西,哪些食物或者一些周遭的东西 是会有鼻子敏感的 一般上鼻子敏感的问题,过敏的问题呢 都不会很严重的 当我们所谓的鼻涕塞住塞满我们的鼻痘的时候呢 他发炎就会导致鼻痘炎,甚至会导致发烧 呼吸困难的问题 很多有鼻子敏感的人,他其实都有这一类型的病症 他会一起病发,比如说眼睛发炎,皮肤痒 这个人可能也是潜在哮喘病的风险 鼻子敏感能不能断根呢? 其实这个也是要看自身的运气喔 有些人到了发育时期,可能他会形成一定的抵抗力 跟免疫来抗拒这些所谓的过敏的问题 是有这样子的几率的 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发育之后,还是会有这种症状,还是有这种问题 通常他就是会跟随着这个人一生的 鼻子敏感呢,没有办法断根 可是,通过提高自身的体质 提高自身的抗力跟免疫系统呢 可以帮助到减轻发炎的情况 可以减少发作的次数 那要如何减少鼻子敏感发作的次数 发作的严重性呢? 可能需要寻找一些比较长期调理的方法 HIGH IN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的补给品品啦 食物啦 我会建议大家以120天为目标和标准 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理跟调整 提高自己的身体的体质 免疫力跟抵抗力 大家好,我是林德荣 那彼此敏感的问题呢 真的是可大可小 我自己比较幸运,没有这个问题 那像我太太还有孩子呢 他们都有彼此敏感的问题 然后他们坚持每天一包 我们的Tiger Mewking葫芦汁 还有一包E-Mew Glue戒骨木酶 那很厉害地告诉你们哦 我们的葫芦汁呢 有很高的活性成分 可以抗炎呢,抗氧化 有效地帮助我们减少这个过敏源 降低过敏的反应 那现在早上呢 我很少听到他们呢 在那边 哈齐,哈齐,哈齐 以前呢 一哈齐啊,十几二十次的 还有这个E-Mew Glue戒骨木酶呢 可以提升大家的这个免疫力 生病少了 现在啊,看到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产品一少了之后 我就要马上进货 要不然啊,我不会安心哦